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 你剛剛說第二個 沒有主力的狀態下 然後 然後 然後怎樣 是不是有三張 兩張吧 總共三張 總共三張有四張 你總共要有四張 生物有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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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有第二張 化學有兩張 所以我會有三張 沒有 你會有三張 我上禮拜都給了 你上禮拜有進來上 在樓下上婦女化學嗎 有 所以現在講的是三上的 那個 娛龍在那邊寫群一張 然後我等一下下個再把那個 物理化學再印給你 嗯 我們先講那個 運動定律的部分 好 我們 我們講一個物理 你講受力不受力 你去認為什麼要受力 看那個物體什麼要受力 就是受到力 我說受到力 我們很想 第一次報告應該講不大一點 受力就是受到力量 你怎麼觀察這東西受到力量 移動 移動 所以一個物體有移動就有受力嗎 不一定 好 我們講力嘛 現在成語講是移動 至於說不一定 來舉個特例 有移動但是沒有受力的情況 有移動但是沒有受力的情況 有移動沒有受力的情況 對 往下掉 往下掉沒有受力嗎 有 有 移動沒有受力的情況 什麼時候移動沒有受力 空氣 空氣的流動 空氣的流動 空氣的流動當然受力啊 他不能流動 你家火車 我家火車的量 可是火車有受力啊 火車對你很激烈 你沒動 那沒動就跟你講移動沒有關係啊 你既然說有受力的觀察 你不是說找出的可力 我說找出的可力 你 是有移動不是有受力的嗎 你不是說沒移動 有移動沒受力的情況是什麼 有移動沒受力 沒有 沒 Disease 有..有..有.. 我有惯性 什么样惯性? 有惯性我没法解释 什么叫惯性? 有移动没收力 什么情况可以关达到 有移动没收力? 就是..在你收力一段时间之后 你弄派才有可能进入 我自己跑一下 什么东西能关达到这种现象? 车子 车子在哪里? 当车子刹车的时候 就会往前刹斯 刹车不是有力吗 刹车不是有摩擦力 那有关系啊 我刹车真的有摩擦力 这时候你晚成移动 这时候你的总体动是因为什么力 我们先讲说你的受力 我们观察一个东西我们的受力是因为它有移动 所以我观察到一个人刹车的时候有移动 它是有受力的 是这样吗 我观察到我坐在车里面拿着我刹车的时候 这个人往前移动是因为他受力 是这样吗 它受什么力 它受什么力 哈啰 正宇 它受什么力 刚谁走掉 怪性 它是不是怪性不是受力 这个人的移动是因为怪性 我们要回到 还是要回来啊 我先讲说我们观察一个东西有没有受力 陈玉说是因为我们来观察他有没有移动就知道了 所以观察有移动是有移动代表有受力 还是没有移动代表有受力 有移动代表有受力 取个例吗 什么情况是有移动 然后他同时受力 你观察他的受力跟他的移动是有关系的 我推了一下 我推 你推了一个人 OK 非常好 你们同时讲一个我推了一个人 对 我被推了 我会移动 对不对 前面推了我一把 我移动了 这是正向的例子 确定是这样 刚刚自己说不一定 那我要取反例 有个东西在移动 我们要取反例 我们要取反例 什么样的例子 好 我上次观念讲清楚一点 你说取反例呢 取反例 在移动 在移动 在移动中怎么样 推一下 推一下 两个移动会有够肥 OK 对 我这样不算移动 是观心啊 我这样只是因为我们有调略 对 我刚刚讲说 所以我这个人在移动 那不代表有收力啊 可是他之前不见了 有 不见得哦 有 我刚刚说推他一下 推他一下嘛 那我今天讲的是 现在的状况 不管他以前发生什么事情 那现在状况 有没有收力 我怎么去观察他 有没有收力 老师这样很矛盾 怎么说 你说 先早 请举出一个 你再移动 不是没有收力的例 对 然后陈佑刚刚说 在宇宙里推个物体 它会移动 我突然没讲 没有 法拉说是 在没有收力的状态下 但是会移动 对啊 然后你说是 你说法拉说是 在受力的状态下 陈佑的意思是说 不管这个物体 只要他有在移动 他曾经受过力 对 可是不管他曾经 不曾经受过力啊 我现在讲的是 现在的状态 因为曾经受过力 谁知道 每个人所有物体 曾经受过力 因为宇宙有曾经大爆炸过嘛 那大爆炸那也上次说 我们有没有收过力啊 也不行 对不对 那我怎么管他 说以前有收过力 我想 这部车放在这边 明明静在这边 请问这部车有没有收过力 你说有啊 因为他昨天开过 他昨天开过 跟我现在讨论他没有关系啊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那陈佑讲说 我刚刚讲也许有原病 因为我们没有讲说 曾经受过力 还是现在受过力 还是未来受过力 但是我们这样回来讲 我们现在讨论所有状态 基本上是以现在为主 好 你现在观察一个东西 有没有收力 观察一个东西 有没有收力 或只是现在 有没有收力 你是会看什么现象 说他有没有收力 撞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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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态的改变跟移动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只能改变 不一样只能改变 好 讲清楚 状态改变 现在字节的时候 状态改变 位置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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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移动不一样吗 我现在正在移动 所以位置只要有改变 就有一定的收力吗 所以这复光位置的关系 只要有移动 都会改变 对 刚刚讲了 移动不见的收力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移动不见的收力 因为只要在宇宙中 一个石头在飞 它不见的收力 因为它那时候没有任何阻力 它在飞就在飞 它不见受引力的吸引 它在飞就在飞 宇宙中的引力有时候 非常非常远 它在飞就在飞 这是惯性的现象 它就一直在持续会参与它的运动 所以你不能从这东西观到它的收力 移动都不能观到 所以同样的位置改变 所以它也不见的只有收力 好了 之前讲了一个现象 叫做状态改变 状态改变 是移动一不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 那什么叫状态改变 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状态改变是 从静到动 就是状态 哦 我静止的动态 到移动的状态 就是状态改变 还有什么东西叫状态改变 那像 如果说 水 它受到热力之后 那是一种状态改变 对 那是一种状态改变 从固态变成7态 从固态变1态 从低态变7态 这种状态改变 有没有别的 什么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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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改变 所以你可以说状态改变是有收力的 状态改变 基本上 状态改变 这种状态改变 应该都算是 有收力 热点 反而立了 怨傲了 有收力 对不对 还有什么状态改变 一个冰块 经过石头敲击 碎掉了 状态改变 有改变 从一大块变 小块 状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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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移动的状态变成禁止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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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状态改变 OK 所以 状态改变可以说是第一种 好 那 我们来想一下 那什么叫不收力 不收力 所以不收力 简单来讲 如果说你状态改变 当作有收力的状态的话 有收力的情况是这样 那不收力就是说 状态都不改变 对不对 状态维持的状态就是不改变 可不这样讲 假设 有收力就是状态有改变 那不收力就是状态不改变 对不对 状态不变就是不收力 可不这样讲 好 那 其实这就是一个惯性 假设这物体停在这边不动 我背后穿着这个 不收力的状态 它能呈现一个 惯性的运动 惯性运动 那惯性运动就是不运动 你在这边 我在这里 假设这个石头 在飞 在不收力的情况下 它 直接运动的状态会不会改变 它直接运动的状态会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它就成惯性运动 所以牛肚子运动 就是惯性运动 但是惯性运动 瞬间的惯性运动 但是惯性运动 你还是会跟着车跑 为什么 如果警察 那你没有回来 车在跑 你还是跟着跑 为什么 假设不是惯性运动 车一刹到自摸 就不能飞出去才对啊 因为你和车子有接触 OK 我和车子有接触 所以接触有接触力 有摩擦力 车子把我给抓住了 所以我原来这样 我跟着车跑 虽然有时候 警机下车会往后退一点 上车会往前退一点 但是基本上 我还就是跟着车跑 因为车子跟人 之间有接触 有什么触查力 你要做什么 涌动机 有动机 好 涌动机 目前来讲 呃 在科学家证明 有证明过勇动机 好 但是 我那时候在笨拦了 科学博法 看过一个勇动机 他已經動了大概三十多年沒有停 他這個設計很精良的一個儀器 那以一個來講我覺得他應該是說 他的整個移動過程當中損失的能量很少 微乎幾尾 所以他可以持續不斷的運動 也就是你一開始運動的能量呢 到目前為止沒有消耗能力 所以他還在動 只能說這樣他並不是真正的有動力 懂我意思嗎 就是所有的運動 在地球上所有的運動 我這樣走路我就會有摩擦力 可是他這個設計呢 法座的那種會抵消掉的能量減到最低 所以基本上一開始給他能量都可以用 可以動很久 動得非常快 動了幾次你還會停 我們就認定有動機 所以我們來講這個慣性指的是 物理上的慣性 這個慣性運動定力 好 他電動定力是什麼 所以我們這邊有慣性的部分 有五個例子嘛 鐵錘鬆了 第五個鐵錘鬆了 你為什麼把鐵錘套好 就是他砍過來 蹦蹦蹦蹦 像這樣敲一敲 幫鐵錘套進去 那這怎麼運用的 因為馬起來我們這樣敲的時候呢 鐵錘有向下的力量 向下的速度 可是如果突然鐵錘的頂 送到壁板的時候 卡住了 可是鐵錘的頭 沒有卡住啊 他有慣性向下 這樣舒服往下 就卡緊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把鐵錘的頭 卡緊一點 OK 冠田你有學習到嗎 OK 好 你在想什麼 沒事 這慣性我這樣看這些例子 會感覺它是一個相反的例子 欸 你說車子往左彎 你會往右 對 那車子煞車是一個往後的 一定要給我們 對 然後 那腳是拿錯的 拿錯啊 對 那是舊的吧 哇 對 好 那 呃 相反的力 或者是你來講說 慣性是這種 維持原來的運動狀態 對 就是譬如我們在靜子 然後今天 呃 志宇要推我 他往左邊推 相機的感覺是 我是在往右邊推他 對不對 就像你這樣講一種像的 你按照我不是推他 我是維持原來不想動的狀態 對不對 我只維持 因為我車子 我站上面有人 我在前進的時候 車子跟人是同一個方向對不對 我突然車子煞車 可是人呢 還想維持原來前進的方向的狀態啊 所以他只想維持原來前進的方向的狀態啊 所以他只想維持原來前進的方向的狀態啊 所以他只想維持原來前進的狀態啊 我沒有車抖了我向左轉彎 我人會向右傾 我人會向右傾 為什麼想維持原來前進的狀態嗎 所以他想維持原來前進的狀態 所以他就有點像 向右邊傾 好嗎 所以慣性的意思就是 他想維持原來的運動狀態 他想維持原來運動動態也比較慣性 我們剛剛講的 質量大的容易維持慣性 質量小的 質量大的容易維持慣性 質量越大越不想被改變 所以車子裡面夾著一個很重的人 坐在中間 比較輕人坐旁邊 所以車子轉方式的時候 你就容易被那個重的人壓著 為什麼 因為他想維持原來的方向不變 所以他向外壓的力量就越大了 好 所以這是慣性 好 所以當你看那一個物體 他呈現的所謂的運動狀態都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說這個物體是不受力的 對不對 知道你的身影嗎 不知道 我們剛剛跑了那麼久 哪個地方不知道 那 當一個物體它維持它的狀態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說它就是不受力 對不對 是慣性運動 所以當一個物體本來就是不動 它不受力 是不受力 就整個來看的話它不會改變 它運動狀態 因為它被風吹了 它有改變運動狀態嗎 它晃一下 所以它受力了 可是如果你可以讓它不受力的情況 它一直停在那邊不會動 會不會改變 說不定它的那個阻力 阻力怎麼樣 就算它瘦而已 它也不會再也動 有可能啊 因為牆壁在這邊 我這樣推它 它也受力了 它也受力了 它就是因為它是阻力大部分的力 對 所以它力平衡啊 對啊 所以它 所以不然你說 聽我講 我們講說 受力 我推它 為什麼不會動 因為它阻力平衡啊 沒有 它阻力跟我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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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停在這邊不會動 它阻力如果比我大 我就把我推開了 不是嘛 如果它的力量比我大 就把我推開了 可是我推它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不會動 為什麼 用兩個力量一樣大 就平衡 我坐在椅子上 譬如這個本筆 坐在這個電視機上面 重力給它的力 跟這個平板給它推的力 哪一樣比較大 一樣 一樣大 如果我慢推的力比較大 它會怎麼樣 彈起來 不是不在乎 它是飛起來 它那一瞬間就跳起來 如果下面這個平衡的力比較大 它就飛起來了 不是嗎 我的下面推的力比較大 它就飛起來了 它會停在這邊 表示什麼 兩邊受的力量 腳上兩邊受的力量量大 這就是合力為力 嚴格來講 我們沒有辦法 在地球上 我們找不到一個東西 叫做不受力的 我們誰認的時間 就受到一個機器的力量 可是你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靜止不動 運動狀態不變 它其實並不是不受力 而它所受的合力為力 時間不受力 時間不受力 時間是個物質嗎 我們要講的是 但是受不受力都只針對物質來講 一個物質受不受力吧 地核 地核怎麼樣 地核不受力 地核不受力 被剛才講沒有錯 地核所受的力是平衡的 對 所以地核在 像地核受的力量 受太陽的引力 所以讓我們太陽在轉 對不對 事實上它影響中 也很難找到這個東西關於不受力 因為所有的星球都在運 做動它 它多達到受到引力 所以真的能夠成一貫 就運動的 是一種想像 它並不真的發生 OK 好 那 柳頓第二運動機率 力跟加速的關係 我們剛剛記得以前才講過 我們現在回到受力動態 好 受力 所以我們的受力呢 狀態會改變 只要一個物體有受力 它的狀態就在改變 對不對 什麼叫做狀態改變 什麼叫做狀態改變 我們剛剛舉了多例子 我們不考慮本碎破壞這種情形之下 什麼叫做狀態改變 原來講就是運動狀態改變 好 我們再舉些一點 運動狀態改變 我們可以這樣講 我跟你講 我只要跟它一個物體 它的運動狀態改變的時候 它就表示有受力 這樣可以不得 我這樣講 對不對 我們要邏輯判斷 我們現在所講的東西 都要用邏輯判斷 這樣講的事情 到底合不理 合理 什麼叫做運動狀態改變 就是你往前 然後就會有個力 讓你往後 我往前 然後有個力 讓我往後 那我們現在講運動狀態 我們可以簡單地描述運動狀態 我先管理 描述一下運動狀態 我往前 然後往後 可以描述我的運動狀態 怎麼改變 不行 什麼不行 不行 描述我的運動狀態 為什麼不行 到底描述 我往前的速度 也許是每秒一公尺 然後我變成每秒往後一公尺 這是運動狀態改變 是不是可以描述我的運動狀態 運動狀態 運動狀態可不可以描述 一個本筆 向下落下 從靜止 越來越快 是不是運動狀態再改變 對 這樣清楚嗎 描述一個運動狀態 運動狀態 這東西是什麼 運動狀態 靜止 靜止不動 對不對 一個這個 分筆往上丟 可以描述一個運動狀態 往上又往下 然後再具體一點 速度怎麼樣 速度從正到腹 速度從正到腹 正是往上 速度是往下 速度的大小有沒有改變 速度大小有 怎麼改變 他到了靜止 然後又從正中 從速度很快的向上 到後面是靜止 改變成速度很快的向下 是不是這樣子 好了 所有的運動狀態改變 都牽涉到一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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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速度的變化 是不是 有沒有例外的 我們再想到一個例外的 所有的運動狀態改變 都牽涉到一個速度的變化 有沒有例外的 自己想想看 有沒有例外的 運動狀態的改變 都牽涉到速度的變化 所以一個東西 只要速度有變化 運動狀態改變 我想想想 這個分比放在這邊靜止 需要速度多少 0 速度是0 我把它拿起來那一瞬間 有沒有速度 有沒有速度 有速度變化 我這分比往上丟 要掉下來 速度怎麼改變 要講出來 不能用手筆給我看 講出來 變慢 變快 變慢再變快 那所以 變慢跟變快 方向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要去體點 向上的速度變 變到0 對不對 開始再往下變成速度變成負的 越快 OK 好 那 我打個棒球 想一下 棒球丟過來了 ㄎㄧㄤ 打到奈紗路的受力 打到奈紗路的受力 球在飛 那裡 球在空空飛 他受什麼力 球在空空飛 他受什麼力 還有呢 關心 關心不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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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是個狀態 是個現象 不是力 我們講的力是 作用力 是作用力 關心不是力 他在飛行過程當中 他受了一個 DTD 攻擊膨大力 好 我拿棍子 KAN 打到那一剎嗎 他受什麼力 他受了棒子的 做用力 他受到棒子的作用力 那他受到一個 是擺動力 擺動力 他這個球 受到一個作用力 是棒子的作用力 好 那想一想 他的速度 他的運動狀態怎麼改變的 球的運動狀態 從頭手 投出去 球在手上 球啊 離開了頭手的手套 然後怎麼看 小向運動 運動狀態 運動狀態 你不是講那個 球的運動狀態 速度怎么改变 从增加到静止步骤再增加 你像我的手耐沙拉从静止到速度增加很快 所以在空洞飞的时候速度会降慢会被减低 会减低 为什么会减低 因为空洞阻力外会减低一点点 到我打击的耐沙拉打到了 会变什么 会变反脱用力 没有反脱用力 对错了 运动动态不是立 运动动态是一个现象 运动动态 会变什么 速度会怎么样 从很快变成一撒拉近子 对不对 然后呢 打出去 变成反方向速度变快 离开之前有变快 離開棒子之後 棒子有沒有給他立 離開之後棒子沒有給他立 離開之後就沒有給他立 離開之後棒子沒有給他立之後 他受什麼立 關心 關心不是立 受什麼作用力 受什麼作用力 關心 棒子已經離開 棒子已經離開了 棒子離開之後誰給他作用力 關心沒有管作用力 沒有管作用力 受什麼力 關心不是立 一樣跟球頭的受地心的力更多 不是嗎 怎麼可能會受 慣性不是立 慣性是他現象 慣性是維持他原來的狀態 慣性不是立 對不對 我維持坐在這邊的 那他們有慣性 這粉筆現在有慣性 粉筆現在有慣性 有啊 任何物體都有慣性 他這樣有慣性 他這樣維持他的現在運動狀態 他維持他靜止的狀態 他就是有慣性 慣性是一個現象 但是他們受力 目前我們受力 受什麼力 受什麼力 低心引力 太酸了喔 誰不受低心引力啊 他受低心引力 他受什麼力 摩擦力 有摩擦力嗎 影力 影力就是低心引力 摩擦力 有受摩擦力 我們在這邊有慣性 他有受摩擦力嗎 摩擦力 電視支撐的力 電視支撐的力 他沒有摩擦力喔 摩擦力只有在有推動中的摩擦力 支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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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受兩個力 這兩個力大小怎麼樣 相等方向 相反 所以他剛好抵消 抵消完了他受力為0 所以他現在呈現一個什麼現象 靜止 靜止 他在運動中還是靜止不動 就是一個慣性現象 他呈現的慣性是靜止不動 OK 我們談到慣性 就剛剛講過了 就在受力為0 才能呈現一個慣性運動 慣性運動 就是他運動中還是變的情況之下 叫慣性運動 OK 好 那我們現在再思考一下 一個問題 我們上次講到加速度 加速度 記不記得 什麼叫加速度 就是 從20 N N分子 我們今天回到病動學 上禮拜講的病動學 什麼叫加速度 加速度 就是 距離 每秒 每秒能距多少 公尼 甚至公尼 好 這是單位 這是加速度的單位 對不對 對 每一台面要幾公尺 是加速度的單位 怎麼來的 怎麼叫加速度 就是 1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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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dlp就是速度的變化 dlp就是時間變化 冠婷 你有在聽嗎 有在聽嗎 我說什麼 請你繼續 我說什麼 運動狀態的 我沒有 在已經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現在說什麼 時間的變化量 還速度的變化量 距離的變化量 距離變化量 但是距離的變化量 時間的變化量 加速度,加速是怎么定义的? 就是丢它,丢它,丢什么都处得S 这是我讲的,我们先编个人叫公词 公词也有什么来的? 我们先忘记了,往前推速度,什么样的速度? 距离处理时间,不要打S,不要打D 这是我们讲的定义,距离处理时间 距离的变化量,距离时间的变化量,就是速度 用中文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速度? 一个时间编达的距离 一个时间编达的距离 只是说我们讲一个描述 但是我们如果说,透过一个定义来讲 应该讲一个单位时间 单位时间所走运 因为假设,我们讲速度 陈玉花了一小时走了50公里 跟陈玉花10分钟走30公里 很难比较,因为不在同一个单位之下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运算 就是为了把它变成同一个单位 每单位时间,每单位小时,每单位秒 每单位分钟,每分钟,每秒钟,每小时 所走的距离 我们这样定义它 所以速度的定义是什么? 各位讲一遍 速度的定义 每单位时间所走的距离 每单位时间所走的距离 或每单位时间距离的改变量 看清楚吗? 因为每单位时间,所以我们处理时间 每单位时间,距离的改变量 或每单位时间所走的距离 就叫做速度 好了 同样的概念引申到加速度 什么叫做加速度? 什么叫加速度? 时间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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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单位时间所变化 想清楚 再讲一遍 单位时间内变化速度 速度的变化 单位时间内速度的变化 单位时间内速度的变化 所以我们是谁 速度处理谁 速度处理 速度的变化量处理时间变化量 是处理时间的变化量 有清楚吗? 确定有清楚 正如上,上一半我听懂 这一半有点模糊 这一半有点模糊 这一半是什么? 单位时间 速度的变化量 就是加速度 知道 知道了 那我们再想一下 减速 减速 减速就是速度变慢 速度变慢 速度变慢 一开始的速度是每秒 3公尺 一开始的速度是每秒3公尺 它变成每秒1公尺 是不是减速 时间经历了2秒钟 时间经历2秒钟 时间经历2秒钟 所以怎么算呢? 时间经历2秒钟 对不对? 标减P是2 标减P是1-3 1-3 后来的结果 减到前面结果 从0秒开始到2秒钟 2-0 1-3 这等于什么? 负一样 单位是什么? mx0 对不对? 是这样子 负的更好 只要一张的负好 但是你要知道负荷怎么来的啊 那假如我负荷 每秒1秒都 每秒1公尺 变成每秒3公尺 它变什么? 变加速啊 是不是3-1 那3-1 那3-1怎么来的? 是后面减前面啊 我们都来算Delta 算这个差异 譬如你现在有3块钱 明天你有80块钱 你增加了多少钱? 谁减谁? 80多 80块钱 80-3嘛 对不对? 可是你今天如果有80块钱 明天只剩2块钱 我问你增加多少钱? 我问你增加多少钱? 增加度78 那懂你吗? 我问你改变量 你今天的改变量 就是后面的状态 等到前面的状态 后面的状态 或是讲现在这个状态 減掉之前的状态 叫做差异性 叫做差异性 我时间从0秒开始 计时开始 停 中间经历了2秒 我时间练换怎么算 你从0 谁减谁? 0.2 为什么0.2 2.0 你不会说 我说什么? 1开始0秒 1开始0秒 然后你没有动 什么? 你没有动 对 1开始0秒我没有动 然后我开始你动 计时开始停 我看马表是2 那我经历了几秒怎么算 2秒 2-0 2-0 后面的状态 前面的状态 后面的状态 我后面的状态 是2 2-0 我的速度是现在有速度 我刚刚的状态是没有速度 所以现在的状态 刚刚的状态 是有速度 平常没速度 所以是有正的速度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刚刚正宁讲说 那减速度怎么算 我变慢 我加速度是负的怎么算 就是我原来是快 原来是快的变慢的 也就是我的速度 我的速度一开始呢 是快的 我速度之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是变慢的 对 慢的意思是什么 我假设取绝对子的话 谁比较大 绝对子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吗 那是什么 诀定词 诀定词就是主管大小的 没有方向的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前比较大 右边 右边 右边吗 那什么数字 慢 那绝对子 那绝对子啊 有没有学过绝对子 第一个V后面是什么 V0呢 V0 0 表示原来的状态 E通常转向后面的状态 所以谁比较大 B1的B1 为什么不一定? 我们就选拐慢的 后面要快 后面要大 身身比较大 像什么? 你不是说B1,B2 对,我说B1,B2 B0,B0跟B1 那就是B1 怎么样? B0 B0到B1 B0到B1 什么都快? 怎么样? 感觉是这样子 因为比较快 比较快的意思就是 每秒钟移动的比较多 每秒钟移动30公尺 他比较慢 他应该每秒钟移动25公尺 比较慢 所以大小就只看数字 对不对 那如果 变成负的 好,如果变成负的 那负的还是比较大 那负的还是比较快慢的 比较负的 那如果是负四十 负四十就不是慢 负四十就不会比较慢 一个是往前面跑正栽子 一个是往后面跑负四十 我们如果这款大小 快慢是大小的感觉 这款快慢的话 就管它里面的大小不管方向 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回来 假设一开始的速度是 一开始的速度是0 我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速度是-10 每秒-10公尺 是什么意思 每秒-10公尺 假设中间间隔 我从1秒钟开始 计算到3秒钟的时候 间隔几秒 间隔2秒 对不对 所以我的时间是 就是T0 这是T1 所以我的时间计算 这假设要算我们的加速度 是什么 delta V delta T 对不对 速度变化量 所以时间变化量 等于什么 加速度 3-1 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速度变化量是-10 多少 -20 为什么-20 怎么算的 我现在只管DLTA V DLTA V DLTA V DLTA V是什么 谁减谁 0-10 再讲清楚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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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意思是說你就先到這邊問你不想聽了 不是 別動 別動 你沒看到 不要動 你還在那小命會不會怎麼樣 小命會不會怎麼樣 小命會不會怎麼樣 直接很痛 不會死掉 他都尿尿 灑死他 他都會灑死他 好 那個留住接運動定律 第二個題目裡面是滑浸試驗 關卡式一大小 受力量大小 加速病情的關係 這部分你可能在什麼來看一下 實驗下一半 我進行下我們下一半的簡單實驗 小小力大小 你能住 又回來 他們有使素機嗎 應該不是在弄他 沒有人看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最近玩鬧鐘擺在哪裡 鬧鐘擺在哪裡 你該不會擺在隔壁 因為這間教室 他沒有擺在隔壁 打電話,你的手機 我知道 電話應該不會響 電話應該不會響 你訓到多少 我玩一次 我看到了 現在幾點 17分 會下課了嗎 今天講到這邊 但是我覺得你們可能要思考一下 或者是 再把課本看一下 那如果你在部分還是覺得有困難 你可能要去把關鍵問題上看一下 然後這些一定要想清楚 弄清楚 弄懂 你今天上面的後半段 非常地 非常地 非常地不知道你們在哪裡 生油 生油 很多時候在思考的問題 不要 不要太早下定論 其實我在考慮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們太早去給自己一個二五 因為我不需要那個答案 我不需要那個答案 你要結果的意思 結果跟答案不一樣 結果跟答案不一樣 結果 結果比過人更重要 我當然是要說 要的是結果 我要的是過程 結果都可能有誤差 結果都可能有錯誤 那個過程比較重要 過程代表是你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你想 那過程 過程就是你的過程代表你的思考問題 我要看到是過程 我不要看到結果 結果沒有寫都沒有關係 跟你在做的題目 你沒有寫出結果都沒有關係 結果有可能是對的 結果有可能是對的 但結果對的表示是臭不來的 或是不小心弄到答 那過過你比較重要 過程絕對是比較重要 過程代表是你思考 你怎麼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討論這些課程 中心是用討論的 是因為我希望給你的過程 所以先講說 假如我這樣舉個例子 我用一個人的增胖率 就這個事情呢 你去思考一下 增胖率 它的單位該是什麼 KG 然後呢 OK 非常好 KG 時間 多一個月 怎麼計算 每一個時間紀錄師 每一個時間紀錄師 你講是紀錄 我想說怎麼計算 你講是紀錄 你剛剛不是說紀錄嗎 每段時間紀錄師 每段時間紀錄師 我同樣 就是共同 那天做那個s 紀錄一樣 不是 我給你的表就是 幾秒 它會是多少 幾秒它會是多少 就是那個紀錄表 你從紀錄表之後得到 你怎麼計算它的 增胖率 我現在就不是s的 我這應該是什麼 m 這應該是m 對不對 它的質量 關在這 怎麼去計算 時間平方 時間平方 為什麼時間平方 每個月 每個月 為什麼要平方 每個月 每個月幾公斤 你有什麼意義呢 單位 時間內的 體重變化 對 單位時間內的體重變化 為什麼時間要平方 當 回來 回來 想一下 什麼叫做速度 速度 速度 是距離處理時間 對 距離處理時間 單位是什麼 單位是m 然後呢 km 然後呢 km 不管km或m都是一樣的意思 s s 好 對不對 它的單位是這樣子 這是速度 這怎麼說 中文怎麼說 每 mile 距離 每單位距離 每單位時間所走的距離 速度的話 你可以講每單位時間所走的距離 不會講每單位距離所走的時間 講錯了嗎 不是 這是 我講錯沒關係啊 阿羅 我昨天講的 我錯了可以改吧 我錯了可以改 這沒有什麼好丟臉 沒有什麼好計較的 對 講錯就講錯 講錯就改就好了 每單位時間所走的距離 那分給每個人 最後的結果 你怎麼說最後的結果 好啦 最後的結果是蘋果 出於人數 對 最後的結果是蘋果出於人數嘛 那你會說 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這是蘋果 蘋果出於人數 這是蘋果出於人數嘛 蘋果出於人數 現在100個蘋果 所以我們現在2 4 6 8 8個人 8 結果怎麼樣 8分之100 結果怎麼樣 每個人都有8分之100的蘋果 每個人都有8分之100的蘋果 你會講這樣的結果 每個人得到幾個蘋果 對不對 我一個 距離除掉的時間之後 你會怎麼說這個結果 每個時間 他等的距離 對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分補很重要 分補是被平均的意思 我平均給每個人 我平均到每個時間 我平均到每個什麼東西 懂嗎 我平均給每個什麼東西 懂什麼 我現在這麼多人 八個人 我把一堆錢給大家 分一下 就是每個人得到多少錢 要處理人數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處理什麼東西 代表我們後面都 好 那結果 蘋果為什麼要變成S乒乎 為什麼 你會怎麼用重力去說呢 這個人的正當力多少 怎麼說呢 單位 可以增加的重量 OK 沒錯 單位時間 增加的重量 對不對 所以你的單位會是什麼 你的單位是什麼 怎麼計算 單位時間所增加的重量 怎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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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時間所增加的重量 怎麼計算 單位時間所增加的重量 怎麼計算 單位時間所增加的重量 怎麼計算 怎麼計算 單位時間所增加的重量 怎麼計算 怎麼計算 單位時間所增加的重量 是中央处理时间就好了 是中央处理时间就好 我现在不懂 你们那平方怎么来 为什么会多一个平方 因为他们应该是从课本部那里看到了每秒每秒 那是加速度啊 我们现在增胖率不是加速度 加胖率 加胖率也不是处理时间啊 也不是处理时间平方啊 刚刚自己也不讲了 你自己也念过啦 速度的定义是每秒走几公里 每秒走多少距离 所以你是把距离处理时间 增胖率是说每单位时间增加的重量 所以你会把重量处理什么 时间在平方吗 是时间嘛 不会平方嘛 你有帮忙联想在一起吗 这两个字你有帮忙联想在一起吗 对 平方 无条件出现 志宇有听懂吗 正宇有听懂吗 不然你清楚吗 清楚吗 清楚吗 好 再来 你不要把手 不用踩 那 走啊 走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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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